《乐基儿》四年拜光黎明7.5亿,离婚五年后再嫁爱情,如今尽照曝光成这样,网友,黎明的眼光真独特啊! 《乐基儿》出席某品牌活动,看起来圆润不少,身穿印花长裙袖圆润臂膀身材越发丰满,看来在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哦,胖的都出来双下巴了。 《乐基儿》之前跟黎明的爱情好似像一场偶像剧,两人在北海道甜蜜度假,在雪地里玩爱的贝贝,拥抱取暖。 但结婚之后,两人才知道,原来婚姻不是靠爱就能过一辈子。 脸小的人真的很具有欺骗性啊,看《乐基儿》的脸也就不过百斤吧……。 再看这麒麟臂就暴露了真实体重了,虽然《乐基儿》还是看起来活力满满但是也确实肥了不少。 说是名模,其实《乐基儿》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前天王嫂、黎明前妻。 两人2012年宣布结束四年婚姻。 37岁的乐基儿去年又结婚了,新老公姻的来头同样不小是美国有机食品大亨。 同样黎明也有了自己家庭,近日还喜的女儿,两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。 此情不在,但当年两人真的很甜。 乐基儿比黎明小了整整13岁,虽然她的五官虽然不是标准漂亮型,但胜在青春活力阳光,跟内脸的黎明性格互补。 曾有媒体问黎明月基儿是个什么样的女孩。 她回答就是我喜欢的女孩。 黎明和乐基儿一起去旅游被媒体拍到,她们从出机场开始,就不断上眼摸头,环抱,还在雪地里玩爱的被背,拥抱取暖,感情浓地化不开。 黎明和乐基儿 所以高调,对于乐基儿黎明真的是特别对待了。 两人在媒体上露面的话,黎明每每每都是春风满面,沐浴在爱意中。 两人在结婚的这四年期间,黎明更是对乐基儿疼爱有加。 砸下646万买马莎拉第名车,还花76万购得爱惜名字的缩写GIA车牌当她生日礼物。 此外5000万的房子,超4000万的游艇,1000万的宾利,都不在话下。 先后还送了6户位于美国三番市时,5亿午夜和2亿现金,我们天王黎明的爱真的很值钱。 这四年估计已经砸了7.5亿在乐基儿身上,但是7、5亿也没有挽回乐基儿,没有挽回两人的这段婚姻。 对于两人的离婚,外界一度传闻黎明给了乐基儿一大笔钱,足够乐基儿过上富裕的生活。 再看看现在胖了的乐基儿,也没有了名模的气质,都有网友说想大妈了呢? 都说如果嫁得真的很好的一人,有哪个已婚的女人还会出来赚钱啊?做富太太不就好了吗? 参考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准备ik评 Chefe吧,我们可以排队到 przezン奏区'S点 adjusting